一起车祸撞死了这名无辜的孝子 地点是台北县百桥 时间是今天清晨 当时这辆机车他正在等红灯 而后方的休旅车高速撞击 这名男子整个被撞飞 同时车子爆炸起火 骑士最后身受重伤 送医之后不治 而他是台大毕业的电脑工程师 一个人在台北赚钱 每个月赚的钱都还要寄回家 供第一妹念书 在意外传出之后 家属北上见死者最后一面 现场痛哭失声 声音两点多 十四路口亮起红灯 两台机车遵守交通规则 停在白线内 没想到十秒钟之后 一辆休旅车突然闯红灯 而且从后面冲转过来 当场把其中一台整个撞飞出去 力道之大 瞬间让机车在空中 就成为一团火球 骑士安全帽是记录下 撞击过程的最后一段画面 因为被撞受重伤的朱姓男子 送医后没多久 宣告不治 来台北打拼 没想到却碰上飞来横货 部落格的照片 保存了工程师生情和女友的甜蜜回忆 原来死者从台大国贸系毕业后 就积极在台北找工作 公益住在彰化的地面念书 但正当事业起飞之际 却发生车祸意外 让家属悲痛万分 痛骂对方在肇事后还加速逃逸 幸好警方掌握这段关键画面 以车追人 终于在八个小时之内 找到这辆黑色休旅车 并且将前科累累的减性男子 省之以法 还给家属一个 迟来的正义 中天秀阿公亚迈 许华川台北采访报道